我是小杨 护理系毕业六个月的临床护理师 在我的印象中 经营干妈点七十七岁的谢爷爷 他总是笑容满面 跟着老伴一起顾着乡下的干妈点 但是 快乐的日子也总是有意外 有一天 爷爷突然倒下了 突发性的休克 大家都慌了手脚 后来 我成为主要照顾谢爷爷的护理师 医师也找来出院准备服务护理师 物理治疗师 营养师 药师等专业团队 进行出院准备服务 衔接返家的照护计划 以协助爷爷把握黄金附件期 经由评估 计划 转介 与连结长照服务资源后 希望爷爷在出院后 能快速获得生活照顾 与专业的服务 虽然我还很年轻 力量还很小 但我希望我能够透过自己的一己之力 帮助许多像谢爷爷这样的病人 让年老的长者能够安心在自己的家里 也可以不用担心健康与安全的照护问题 我们这边有一个个案叫 我叫文心 从事护理工作已经12年了 我看过很多病人 常常因为回家疏于照顾 一不小心呢 就错失了复健黄金附 我决定走出医院 进入社区 成为一位居家护理师 兼个案管理员 70岁的林爸爸 是我第三个个案 他呢 在前些日子中风了 所以没有办法自行的行走 更棘手的事 欸弟 爸出院那一天 我有重要的会要开我不能去 这是我要出国出彩 那老妈怎么办 那要顾老爸啊 不然呢 你不能去我不能去 谁要去啊 林爸爸一家人的烦恼 在长创2.0政策的方柱下 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法 其他医院呢 都会有出院准备护理师 以及个案管理师的服务 防处病人呢 出院就立刻衔接 像是这样的一个陪同出院服务计划 另外呢 回到家里后的照护 并没有因为这样离开医院而中断 从出院到复诊的交通安排 到家里教导家属用药 还有监督居家服务员 是否确实照顾林爸爸 各种林爸爸的健康生活大小事都是我的工作之一 我像是一个全能健康的管家一样 防住大家协调各种医疗资源 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必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自行接触 这样也大大提高了林爸爸的康复的机会 经过半年的陪伴后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原本已经任命要做轮椅一辈子的林爸爸 竟然在大家的协助下 开启了走路的附件 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成为个案管理员 不仅呢 弥补了病人出院后的照顾缺口 也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恢复健康 我想这便是我最开心与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我之前是在台大医院安宁病房的护理长 我没有停顿是因为我还一直在学习 那这个学习会带来快乐啊 我原本是在张化基督教育医院的长期照护中心当护理长 我一直希望是能够在地医疗 所以我回到了乡下 那从照顾个案当中跟家属互动当中 去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我从民国64年就到台北隆重 做到民国97年才退休了 我们退休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同事都讲说 哎 护理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 退休都退休了要好好休息 干嘛还要去做这些 但是我当初就一直觉得说护理工作是非常好的工作 因为上班就可以帮助病人 护理人员在高龄及长期照护可以扮演多元角色 希望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多多投入高龄及长期照护服务领域 除了担任直接的照护提供者 个案管理师 甚至于可以自行创业 担任长期照护机构的负责人或经营管理者 我相信透过护理人员的照护服务 我们的高龄长者可以接受到更优质 更完善的长期照护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